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觉得要作出最好的准备 去確保市场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有能力迎接当中的危机 经济周期有起有跌是很正常的 正所谓有危就有机 有预备的企业 就当然有机会可以传媒下来 以及之后继续发展 没有预备的企业就将会被取代或者变缘法 通过融合ESG永组经营理念 避免被市场淘汰 甚至乎有机会可以带领企业立足香港 冲出世界 我们留意到 即使在疫情期间和经济衰退情况下 相比大部分行业 ESG发展的速度不但没有减低 甚至乎个势头越来越强劲 传统的绿色建筑 环保回收 或者近期的上市公司报告层面 现在已经发展到绿色金融 绿色科技 认证 供应链管理 和碳资产 ESG行业的发展 现在一日千里 不同时代经历不同的变化 有不同的危机 譬如工业革命 电脑化的出现 自动化的模式 互联网的诞生 企业需要以居安施危 危中有机的备战心态 迎接每个挑战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合 例如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17 应用在公司的运作上 可以确保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 保持优势 在新时代转例为机 如果Riskery面对以上的挑战 尤其经济不稳定的大环境下 公司有什么新方向 如何突破 我们留意到 本地各界的大型活动 除了经济的复苏 慢慢多起来 例如国际性研讨会 演唱会 大型比赛活动 大型展览等 但这些活动在持组成发展方面 仍有欠缺这个考虑 我们公司Riskery 专注ESG及可持组成发展的 咨询服务 为各行各界 制定有效 专业 可持组成的发展策略 我们以创新 专业 业界认可 行业共生的理念 作为发展的引擎 全面迎接行业的新机遇 引领项目策划行业进入绿色新时代 在去年12月 我们已经为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的周年会议 策划了香港第一个炭中和活动 称之为无炭度 提供炭中和的建议 项目的减排 审计 以及利用我们的专业协助项目利用CCER 去进行炭抵消 这是香港第一个活动 炭中和项目 不但可达至炭中和 更能支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实践SDG第七项 永续发展目标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可负担的清洁能源 我们公司与不同界别的顶尖企业和组织 以及介绍机构合作 例如WGO 香港中文大学等 希望发展有良好关系 并希望可以广泛宣传和拓展 我们炭中和项目管理的意义和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下来